六种项目统成年 天才首席传奇将酿 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威士忌课程当中 我是Steven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这个家伙是我见过的 最有魅力的威士忌的首席调酒师 他在28岁之后就成为 全苏格兰最年轻的 最有才华的天才酿酒师 他呢喜欢在每次 他在promote 在讲解有关于威士忌的过程的时候呢 我常看到他 他呢就把这个酒呢 这个加了冰块之后 咬一咬之后 就把他撒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 哇大家都被惊吓到 他告诉人家说 我精心做出来的酒 你不准帮我加冰块 他是非常谢绝别人 在发了威士忌当中加冰块的人 他也是我警戒的这个 能够把不同的威士忌 在调配的过程当中 形塑出那种非常迷人 又你几乎很难得理解 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美好风味的一个天才 他每次来台湾的时候 我都会陪他抽根雪茄 所以有些朋友问我说 哎呀你会不会抽雪茄会影响你的嗅觉跟味觉 这个家伙能够调配出这么好的酒 又是一个雪茄爱好者 所以各位 如果你是抽雪茄的人 你不用担心好不好 今天我来介绍的就是他的大摩 这支King Alexander III 就是亚历三大三世 这支我非常的喜欢 我们一样的照例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大摩这支的蒸馏器的特别形式 我们都知道 在蒸馏的过程当中 回流这件事情对威士忌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们希望酒汁能够更多的 跟所谓的同质蒸馏器的同壁 进行所谓的Copper Conversation 所谓的同对话 他们这个酒厂怎么样让它进行同对话呢 他们会在这个整个蒸馏器上去的脖子的地方 套上一圈 然后那圈里面让水在里面流动 造成什么样子呢 酒蒸汽上去之后 因为碰触到这个旁边的这个水套啊 所以酒就很容易凝结之后就要流回来 它这个水套呢叫Water Jacket 就是水夹克啊 Water Jacket就是把它套在外面的Water Jacket 造成它特殊的风格 有趣吧 也只有他们这么高啊 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们呢在蒸馏器上去的时候 蒸馏器的上面一般来说都是平滑柔顺的零恩贝 可它上面进行一个平顶 所以呢以至于真的能够过去的都是一些比较细微的上层的美好的香气 很好玩吧 除了经过这样的很好的美好的圆酒 就是透明的New Make 圆酒的蒸馏出来之后 这支酒非常让人惊艳 它用了六种不同的橡木桶进行熟成啊 通常呢在用这么多橡木桶的熟成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调配师不见得能够把每个桶的特色呢 一一的清楚的彰显出来 Richard Pesson非常厉害的一个首席调酒师 天才型的 他把这个六个桶子呢 融合出非常美好的味道 总共有哪六个桶子呢 来自于美国的白香木 所谓的波特桶 还有所谓的Madella Massala 还有呢 Oloroso的学历桶 以及Cabney Sauvignon所谓的红酒桶 非常有意思吧 如果你在镜头前面你有这支酒 欢迎你把他倒来喝喝看 非常漂亮 我觉得呢Richard Pesson 他个人呢特别喜欢一种味道 就是呢西方世界到了这个所谓的耶诞节的时候 特别喜欢叫Christmas cake Christmas cake 有一种类似那种烘培过的那种成熟水果的气味 让他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我在他很多酒里面都可以看到文秀闻到跟喝到这个味道 特别在这支亚历三大三世里面这个味道特别的清楚跟明显 嗯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感觉到很多的像坚果的熟成的水梨 甚至这种水梨干烤过了苹果派 嗯包括他的那个草莓的味道像是草莓酱的气味 嗯还有那个像是凤梨一般凤梨我们知道那个我们一般吃的新鲜的凤梨 跟做成凤梨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啊他就是属于那种很熟的凤梨酥的味道 非常漂亮我们喝一口看看 因为Richard Pesson不喜欢有人在不喜欢人家在里面加冰块 所以我们就喝醇的哈 嗯 他的饱满 跟丰富的层次 他用了六种橡木桶 一层 啊一层 我每次跟大伙说一句话 他那一层就跑出来了 非常具有 层次丰富 而且温润而饱满 这就是Richard Pesson 他特别透过这样的有water jacket的 所谓的蒸馏器的蒸馏出来原酒 以及经过多种橡木桶熟成的特殊风格气味 前一阵子 我喝了他的大磨50年 非常惊人 他用特殊的法国香槟桶 有机会 不要排斥各种用不同木桶的熟成方式 真正好的调酒师 他会懂得如何从不同的橡木桶里面 萃取出让你惊艳的美好味道